看来说话不用负责就是好 大家好,我是大树 台湾花莲昨天出现了7.2级大地震 这是台湾至99年以后最强的一波地震 目前已知是九死,一千多人受伤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史上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不过这里大树也要提醒各位生活在台湾的小伙伴们 还是要多多保重,留意身边的地震警报 专家说未来恐怕会有8级的地震 目前这个地震在网络里 大家最关注的焦点之一 就是花莲的天王星大楼 花莲市已经倒塌的天王星大楼 目前可以看到大型的基居已经进驻了 而在稍早的时候 失联的这名的女子也已经找到 但是目前是处于没有呼吸心跳的 这个大楼虽然地基塌陷 但是却坚挺不倒 对此很多墙内的网友 无不称赞台湾的大楼质量真好 那有一个网友就说 建筑商真实在把伤亡率降到了最低 确实是这样 有专家说地震相当于32颗原子弹的威力 咱不管相当于多少颗 就一颗掉下来 这楼还能不倒 这质量就堪比防核弹级别的存在 是不是 就必须肯定的 此外 当天这个楼还为她的时候 有一位台湾的女教师 明明是从这栋大楼里实力逃生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有折返回了大楼里 最终就命伤于此 台湾媒体说是为了回去救猫 可是看完报道之后 墙内就有很多人质疑说 确定是去救猫吗 不是去取重要物品 谁能证明是去救猫呢 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边 就像淀粉长原料是古泥做的 那张网上疯传的照片一样 声称是记者冒死派的 曾经多少人信以为真 最后辟谣后 感觉被当猴耍了 救猫可能并不是她折返的理由 使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我觉得墙内有些人 有质疑的声音是一件好事 使人确实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对吧 那媒体怎么知道 这个女的是为了救猫呢 所以有些人能看到 这个新闻报道存在疑点 那么至少说明 媒体里的报道 也不全是真实可信的 而作为读者呢 我们就要存在自我过滤和分辨的能力 而至于说有些人 纠结这个报道的真实性 我觉得没有意义 因为她传递的内容是无害的 相反呢 看完这个报道后呢 我觉得啊 这个女教师是非常有爱的 虽然她的死呢 很可惜 是一个悲剧 但是谁也想不到 死神会来的这么突然 相反呢 我觉得这个报道呢 会让我觉得更加的敬畏生命和自然 事实上呢 台湾的这次地震呢 绝大多数大陆网友啊 都是为台湾祈福的 但是确实有些中毒不清的粉红 在吐槽台湾的这次地震 比如说这位 吟诗作对的小粉红啊 他的打油诗叫台湾地震了 他说啊 平行而论啊 台独作乱谁搞的 要不是魔共这么顽虐自己人 破坏世界 人台湾说不定就回大陆了 但是现在呢 就一个中国来说啊 说句大实话 台湾人呢 都不屑啊 跟咱们争中国这个称号 人家觉得 和咱们现在的中国人 叫一个中国 他感觉到丢脸啊 所以啊 台湾丢了 所有拥护魔共的 那都是历史的罪人 所以呢 我也是相信逆流而行 会遭报的 说句心里话啊 从肺炎病毒这个大爆发到现在啊 全世界动乱不断 天灾人祸不断 尤其是中国 更为夸张 很多南方地区呢 不下雪的 他也下雪了 东哥 以后还来不来看雪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还有的下大冰雹 大家看看啊 这个是3月25日 一屋的大冰雹 有谁见过这么大的 不仅如此 我们再来看看前两天南昌的雷暴大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2 3 1 1 2 2 3 3 2 1 1 1 2 2 2 3 朋友们 吓不吓人 光看画面 咱们就知道有多恐怖了 然而 最恐怖的是 当天竟然有三人 被大风直接从高楼上吹了下去 有谁会想到 在自己家里睡觉 都能被吹走 我们不讨论 这里面有没有人祸的成分 就说这个天气 各位不觉得不正常吗 我们细心感受下 为什么从肺炎病毒大爆发后 全世界就没有消停过 我敢说 现在很多人的思想情绪 它都是压抑和恐惧的 这种情绪 其实就来源于这种天象的变化 我们也会因此而变得喜怒无常 大白话讲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的磁场 变得非常的不好 所以万物都受影响 所以说 有些人要真信神的话 那就应该真心的向神忏悔改正 不要等到天灾人祸 掉到自己身上了 才想到 求神明去保佑自己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牛头马面过来索命时 那正是老天爷要受命了 那就是神做的 怎么可能还能保佑谁呢 那一切就都完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